现行的升温证14年了 随着科技进步 是该换数位新升温证 增加防卫的机制 秀才不出门 能办天下事 新的升温证所揭露的各支 比资本升温证还得少 其实是更有隐私 数位自然的凭证 要不要用 所以你自己决定 你要开就用 不用就不要开 这个自然的凭证 你用在资料中心 没有留任何记录 所以没有被害入 暴用或者被监控的这些危险 我们今年5月报税 已经是用自然的凭证 跟健保卡来使用 从5月到现在 300万人 不但方便 不但迅速 而且各支的保护 也没有听到 有任何怀疑 或者弊端 政府未来 会以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事件为轴心 聚焦提供国人 从出生的协助 就学的辅助 就业的辅导 到终老的关怀 等等面向的个人化服务 举完各种社服 保健 津贴 保险 年金 税务 兼领等 都可以一并整合 精准地提供 而且还会有各项 个人化服务的主动伤美 以前是秀才不出门 可知天下事 现在是秀才不出门 能办天下事 继续冲 继续劈 国家继续向前进